为提供台南欺败地区市町民修邦分教红柿 台南市每一年基盘红柿文化节活动 套家基盘红柿竞赛 提供客庭,让红柿文化继续传承 台南市町委员今天3月27日出席 2025红柿文化节欺负党记者会 邀请民修正来观伤榜王柿林的特性在地文化 并分享由在地学童设计作用作品 和王柿林民宿发扬交代 台南市町委员表释 非常欢迎大家来到2024台南的歌龄节 其实我们歌龄文化不仅是一个过去 我们长辈们的一个回忆 事实上它更有很多的文化上的意义 那尤其我们对于 这个已经日渐世为的这个歌龄 我们希望说 借着第一个歌龄的制作 它的手艺 坦白讲已经慢慢年久 慢慢要失传了 尤其老议师们 他当它如果手艺没有传下去的话 将来就可能就失传 那这很不好 所以我们要对于这个手艺的保留保存 也希望老议师他多制造一些歌龄 那第二个 这个比赛歌龄的这个传统 我们也希望说 在地方各庄头各增头 中间可以有更来更多人 可以有传承这个文化的活动 很感谢我们文化局 以及我们所有的民众 国社区 旨感 这个东西 歌龄的这个传统 在嘉义和台南都有 但是台南的这个歌龄更大 所以我想 希望说大家可以来 可以来团形 这个好的传统 也希望把政府和民间的力量 把这个文化继续延续下去 今年是台南四百年 我们也希望说 在台南四百的时候 不仅是欢欢乐乐 快快乐乐的活动 我们也希望能多做一些文化保存的活动 能够让这些文化得以持续传承 让我们的下一代能够了解 市长今天有在这个桌游 帮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其实大家 这个歌龄的桌游 事实上应该是蛮受民众的欢迎 这个我不会开 好 来来来 一定会你玩扑克牌 这歌龄的桌游 事实上蛮好玩的 几寸几寸的 这个 它的一个歌龄的尺寸 事实上都表现了一方面 让大家觉得说 玩这个东西很好玩 一方面也觉得 事实上对于传统的文化 也可以多所了解跟传承 尤其我们今天来很多小朋友 那小朋友 他 借着他对于歌龄的好奇 我们也希望说他能够 作为文化的传承的传承者 谢谢 也希望说我们能够做得很好 谢谢文化局 谢谢各学校 谢谢各社区 没有来给你们学实验标识 我们2024年这个歌龄文化祭 对今天正式揭开序幕 我们 紅柠檬是这个 客服 淹水 闻 新娘 和客家 这附近20几个政策 很流行的一个民俗活动 这个民俗活动 在1003年后 一定变成了市定民俗 目前其实都有20几个政策 每一年的 从二月到四月 一直在 这个 进行我们这个 歌龄的 紅柠檬爱的民俗活动 这一定是我们围期 很久的民俗 相当有 从台湾的这个民俗来看 是很有特色的民俗活动 我们直到说 20几个政策的 这个 紅柠檬爱的活动集合 我想今年很重要 因为这个 紅柠檬爱的活动 我们哪有传承 所以我们希望说 可以透过这个 国中国小 同学的参与 那用一个比较新的 教育的方法 让他们来了解 这个我们的民俗 所以我们今年 特别推出 我们邀请张淑玄老师 和我们的 老师同学们 一起来设计一个桌游 所以我们这边 其实也是在推出 我们新的 这个 紅柠檬爱的桌游 希望这个民俗活动 不支持 一个 在进行中的民俗 也是一个 可以传承 跟教育的 民俗活动 感谢大家 谢谢 检测区长 丹文基的标识 今天欢迎大家 今年 三月 三月到四月 我们的高龄文化祭 大家一定要做会来看 这是新娘 鹼水 客家 三个区 他们的田间游戏 我们现在在外面 清歌玉米 掛掉的时候 他们就开始 来办这个比赛 高龄比赛的时候 会对我这个枕头 背过你的枕头 有人会在上面 去捏 非常有趣的一个 歌龄的文化 因为现在做歌龄的老师傅 一直 越来越少人去做 所以这种 这样子的传统技艺 其实慢慢在民间 会比较少 那我们希望 可以好好地 来做一个博准 所以文化局也很用心 泰南市政府 一直在这一块 每年都会办 这样的一个文化祭 欢迎大家在三月到四月 这个中间 来看我们歌龄的活动 谢谢大家 台安市文职处 今年宿告的期間 为头文巡工作者 张实贤 答案 减水区文庄国校 知不知道国校 学家区 向国校 专国学 中高年金 学动人少 并告输於紅柯寧為主帝的族遊 共同完成紅柯寧族遊的興趣 讓紅柯寧民宿化新緯族遊的競賽 這條牙標示情戰 希望藉由海洞對傳統文化的好奇心 以及好勝的族遊 讓更多小孩的行為文化的傳承者 目前台南放紅柯寧的部落 數量之全台之館 共計新亞區6個 減水區13個 學家區2個 共21個正頭12祖紅柯寧對抗賽 二鳳二十年賽事已經六祝典開 有個6月中下旬畫下完美的祭典 歡迎愛好傳統民宿文化的市民朋友 前來參觀 體驗台南啟伯地區的風土人情 以上是多巴門新聞報道 最高的問題 就是這條牌了 黑衣 改了 全是 該 是